我又只在你身旁 从未走往 小乡人家的最大受害者出现了 怪不得陆寒又是删掉帮关小彤的宣传 又是各种穿衣打扮的 原来是突然添降了一个跟小彤CP感爆棚的王安宇啊 可这王安宇的王是隔壁老王的王啊 要知道关小彤从小就开始演戏 但这么多年都没拍过结婚领证的戏 他跟王安宇这可都是第一次啊 最让人磕声磕死的是 王安宇和关小彤还见了家长 小彤就这么水灵灵的去了安宇的外婆家 正派男友陆寒 是谁在顶流时期官宣了你 知道小彤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然后他们后面才跟我说那个人是关小彤吧 就吃完了吃完了饭以后 然后我说是的是的 这俩人心里戏爱都被爸爸妈妈磕 聚轩时写动哲和小婷的爱好 双方都心又灵犀的写了对方的名字 蒋青的表情简直言我本人了 我写的是 我的爱好是爱小婷 在那一家小婷写的爱好也是爱动哲 哦呦被填到了 小婷这代爱好是动哲 也没毛病 采放的时候 王安宇的优点被主持人夸得天话乱坠 老王哥听完的第一反应是先臭屁的向小彤展示自己 他们关系自然的有种衣服扎进秋裤里的踏实感 网友说想排一个王安宇这样的男朋友 因为长得帅会穿搭会拍照 旅行会做计划会给人情绪价值很底贴 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 知道吗 你不是不会给人提供情绪价值吗 现在是进步了 随着小彤和安宇CP的大出圈 大家突然发现 以往跟关小彤有CP感的男性是真不少 早年白金婷就跟小彤合作过一个微电影 两人坐一起画面十分扬眼 小彤还与王一博在天天向上跳过双人舞 一间播出 大家简直磕声磕死啊 网关CP的词条直接登顶热搜 他俩一度填到让卢涵紧急官宣 现在关小彤已经生活幸福的逐渐疼化了 当他跟沈腾一起接受淋浴惩罚 这姐拿不到道具 但已经会熟门熟路的作弊了 而且还能不经意间坑一把沈腾 谁能想到沈腾可以影响一对CP 王安宇在现在就出发二里 疯得一点破碎感都没了 王安用粤语描述词语的游戏 老王哥开始前信誓旦旦的说自己粤语特别好 结果一开口没把人给笑死 粤语最好的先来 粤语最好的先来 我粤语非常好是吧 就撞我枪口上了 我们想要我们想汪浅虫 我们想汪浅虫 汪浅虫 自从知道节目的下期嘉宾小彤要来 早就已经开始期待住 这节目可全都是熟人啊 你让我看见 干苦什么 看出花一朵 爱心不是你想买 哪有胖 想买啊做的买 全是爱语歌的油 全是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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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我